然後呢今天的系列是Canon跟Sony相機的操作入門操作 重點是看下面這裡 重點是入門 入門 這邊 重點 方向老是顛倒 重點是入門 重點是入門操作 因為為什麼會想開這個教學直播的原因 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自己在外面在帶團 不論是帶客也好 帶團也好 我發現我會有一半的時間 都是在幫大家解決相機操作的問題 我會有一半的時間在解決這個問題 反而不是解決攝影的問題 那解決什麼問題呢 比如說 比如說就有人會說 老師我的這個東西怎麼轉轉不會動 那我就看一下 那是因為你是這台相機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你轉這個不會動 老師老師那個浮外子在閃是什麼意思 然後呢 說實在話的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因為不是每一台相機我都知道 然後呢 我發現我在外拍 或 我帶外拍 或者是上課的時候 我會花很多 會有一半的時間在處理相機操作的問題 所以說 學會相機操作我覺得是很重要 可是呢 學會相機操作 要把相機所有東西都學完 你才會攝影嗎 其實我覺得不是 而 我覺得 相機的操作 跟你的對於攝影的觀念 你要兩個要一起結合 你出去外面拍才會比較快 或是比較順 所以說今天的主題是 入門操作 然後我會有兩台相機 一台是Canon的 一台是Sony的 至於為什麼沒有擬控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手邊沒有擬控相機 然後今天也不會講太多 我會今天我會分主題講 我會分主題講 然後呢 今 我手邊的第一台 這是我 算是我用的最熟練的 Sony的ACR3 Sony的ACR3 然後我用Sony的ACR3做例子的原因 那是因為 現在以 比Sony來講的話 A7 A7 我是指舊選單 不論是舊選單 A7來講也好 或是A6000系列來講也好 其實它的操作介面沒有差太多 然後呢 我選擇 Sony A7R3 的原因 那是因為 它是我手邊 目前比較抓得到 算是比較新的介面 如果是A7 2 有些東西就會比較不一樣 所以說我拿A7R3做例子 然後另外一個是 Canon的EOS R5 那為什麼選擇R5的原因 也很簡單 因為我手邊R系列相機不多 除了 我一台很舊的R6以外 不是R6 M6以外 我就沒有其他的 比較新一代的Canon相機 然後既然要交的話 就交一些比較新的系統的東西 所以說我會以Canon EOS R5 當作是 當作是示範 然後呢今天 講的部分 今天我會先打算先從外觀開始 然後我會先講Menu 但Menu我不會講太多 我會先講今天講最重要的一個東西 叫做對焦 我只講一個東西 叫對焦 然後呢 對焦這件事情 我覺得非常重要 因為很多人 其實 我發現有些人出去外面 是不管對焦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我發現有些人出去外面拍照 是不管對焦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可能你們大概都是自己出去外面拍為主 比較不會去留意到別人 而我是身為老師 我自己在帶外拍 不論是帶我自己班的學生 比較不會發生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是因為某些場合下去教 不是我自己的學生 或者是那種一次性講座的話 我發現還是手機攝影 我發現 我發現有蠻多一大群的人 拍照是不管對焦的 他們不管的 他們不知道拍照這件事情要對焦 那你說是天兵 我當然覺得是天兵 可是我不能這麼直白的講 那是天兵 我會說 我覺得不管對焦 不是基礎的問題 因為對焦這件事情 如果哪天你要我直播分享 構圖創作 對焦會是一個我從一張照片的出發點開始 也就是說呢 我在拍一張照片之前 對焦會是我第一個會先想的 是我操作相機 對焦是我第一個會先做的事情 但是為什麼對焦會是我第一個要做的事情 那跟我的構圖 那跟我的故事 是有非常大的關係 我有一堂課是三個小時的課程 其中後面有一張在談構圖 對焦會是我構圖的重點 而既然它是重點 就我每次拍照說 我都會先去想對焦 我自然不會跳過這一塊 可是呢 大部分的初學者 或者是我看過的某些人 他們沒有體會到 當他們在拍照只是需要對焦 他們只想把眼前的東西拍下來 可是呢 他們缺乏了構圖觀念 他們很容易就 就是PASS掉或者是漏掉對焦這件事情 那當我在深度了解一些學生的想法後 我才發現 對他們來說 相機有太多功能要去記 可是你們拍照的主題 其實是不大需要去控制那麼多東西 所以今天的主題 除了先認識相機的外 跟對焦有關的東西外 然後呢 我只會講對焦這個功能 而且同時我會講Canon跟Sony 他們之間的差別 然後在實際上要怎麼用 這就是今天的要講的重點 OK 好 我現在畫面先換到另外一台 好 來 好來 好 我把這個再調一下 調後推點 這個距離很好 這個距離很好 好來 首先你們看到這一個是我的Sony的A7R3 那我自己在操作這台相機的時候呢 對焦的話 對焦的話 這個可能要搭配一下畫面 不過呢沒有關係 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它的外觀 這台相機的對焦實際上 以這台相機來講 要操作對焦 最重要的功能是 觸碰 如果你的相機有觸碰功能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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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直接點 它就直接對焦 可是呢 Sony A7R3 如果大家 參加我的社團 或者是認識我 比較多一點的日子 你們會發現 我很在意這個按鍵 我把它轉近一點 我把光改一下 我很在意這個點 這個地方 這個是一個控制 這個是上下左右 中間可以再按 這個東西 你在操作相機的對焦點的時候 透過這個東西去移動對焦點 是非常快的 然後呢 以Sony A7R3為例的話 因為它是觸碰螢幕的 因為它是觸碰螢幕 所以說你要控制對焦的話 你直接在上面點 就可以完成對焦了 這個是我當初在買Sony A7R3的時候 我很在意的這一點 那是因為 在Sony A7R2之前 不但螢幕不能觸碰外 同時沒有缺乏 這一顆按鍵 這樣子你實際上 在操作對焦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非常麻煩的一件事情 然後呢 這個是Sony的 如果你是買Sony 第三代的Sony 以後的相機的話 這個按鍵 應該都是屬於標準配件 然後呢 這個小螢幕 也大部分都是觸碰的 所以在使用Sony相機上 終於在Sony的第三代的相機 終於就沒有這個對焦上面 操作一個很麻煩的地方 我先講Sony的 然後另外一台就是 Canon 那Canon的話 你會發現Canon的EOS R5為例的話 它也有一個這個按鍵 然後這個按鍵 為什麼它一定要放在你的把手 的這個位置 道理一樣很簡單 那你在移動對焦點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你的大拇指 直接去移動它的對焦點 然後呢 這個對焦點可以移動 透過這個搖桿 我稱之為叫做蘑菇頭 透過這個蘑菇頭來移動對焦點 那當然Sony 以Canon EOS R5為例的話 你當然可以透過直接用點的方式 來完成對焦這個沒有問題 所以說當我在拍照的時候 你要移動對焦點的話 你可以用你的大拇指去移動 或者是直接用你的左手 直接這邊去點 或者是像這個螢幕是側翻 我把畫面拉的大一點 因為我自己在拍照的時候呢 我會做這件事情 我的對焦的方式 我會用我的左手大拇指去對焦 這是為什麼側翻螢幕一個很方便的地方 當我在 當我邊眼睛邊看這個地方 構圖的同時 我同時用我的大拇指在做對焦 可是這樣子的話 其實還是有個缺點 就會變成說 你的右手 你就握住整個相機 就會比較重一點 可是如果在拍一些低角度的時候 你用這邊去翻過來 翻到很過來 去這邊去點對焦是很方便的 這就是為什麼側翻螢幕 在這方面操作是比較方... 是有個用處 是有個優點 但是這個優點 如果回到這種上下扳的呢 上下扳的話 上下扳的話 也可以 也不是不行 只是如果角度在更低的話 因為它不能... 它... 它不像... 它不像這種側翻螢幕 它可以有一個角度可以旋轉 對不對 就算你在很低的角度 你都可以用手去對焦 可是這種上下... 上下翻的螢幕 低到某個角度後 你會發現 你的畫面 會被這個EVF觀景器給遮住 這就是為什麼你在低角度的時候 你這個再往這邊再翻 你這邊就看不到了 這個是我實際上在外面 實際上在拍照的時候 都會遇到的問題 那我們先從外觀來看 到底是上下翻的螢幕比較好 還是側翻螢幕比較好 光在對焦的操作上面 就有很大的不同 可是側翻也是會有缺... 側翻也是會有個缺點 側翻的缺點是 當我在拍照的時候 我要... 我要高低角度要看的時候 我必須要翻過來 我才能看 很容易被這個掛鉤給擋住 而且這個掛鉤是被背帶的 你經常會被這個掛鉤給遮住你的畫面 你必須要翻出來再旋轉 你才能做一個對焦的動作 這是它的缺點 沒有辦法的事情 然後呢 像這種 上下翻的 過來一點 這樣比較重輕一點 像這種上下翻的 我這樣一撥 這邊一拉 它就可以直接這麼這樣去翻 去點 就不用說再翻過來 再轉過來 就比較方便 所以說這兩種螢幕 這兩種螢幕方式 都有它的優缺點 所以說就會有人說 這不是我說的喔 這個不是我說的 我是指有人說 這種 上下這種翻轉的 不論是高角度 這邊看過去 或是低角度這樣看過來 都很方便 有人說這才是比較好的 基於這個理由 我同意 不用特別再翻出來 然後有人說 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也不麻煩 你只是翻過來而已啊 甚至這種側翻螢幕 還有一個優點是 直拍的時候 直拍的時候 直幅構圖很方便 直幅構圖很方便 你要在那邊構圖也很方便 這樣點也很方便 但是如果你是這一種 你要怎麼去看 這邊的畫面 你懂意思嗎 這就是這個上下翻的螢幕 你在直幅構圖很難看 很難正確精準的構圖 如果這個角度 能夠再翻過來一下的話 那更好 那你說有沒有這樣子 設計相機 有 Pantheist K1就是這樣子 然後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Nikon Z9 也可以達到 在這樣子的程度下 它可以 它可以 在螢幕再往這邊偏一下 這是兩台相機 在螢幕上 設計上 在對焦上面的差別 那為什麼要先講 觸碰對焦呢 因為我覺得觸碰對焦是 其實我覺得啦 我覺得觸碰對焦 是要先講的事情 因為觸碰對焦不用焦 你只要用手指去點就可以了 只是呢 既然講觸碰對焦 我們就不得不先去講 這兩種螢幕 在實際上在拍照 你會遇到什麼優點跟缺點 OK 好 外觀上講完了以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講內裝了 內裝的話 我們就先講Sony吧 因為Sony比較接近 在我的左手邊 內裝 內部要怎麼去設定 我們就先來講Sony相機的 好來 要怎樣看到我的相機畫面呢 這邊有一條HDMI線 下次我要考慮把它換長一點 然後首先我先開機 並且把HDMI線接上來 OK 然後同時我再切換畫面 你們有沒有看到 你們目前就可以看得到我的相機的畫面了 然後我把我的鏡頭拉長 我把我的曝光補層調高一點 OK 然後呢 為了要讓大家看得更清楚一點 我把那個 上面的面板給關掉 這樣子大家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在學習相機對焦的時候 有兩個東西很重要 要先搞清楚 以Sony相機來講的話 先按住這顆按鍵 我先切過來這邊 以Sony相機按鍵來講的話 最重要的是這顆FN 這一顆我把它拉近一點 以你操作Sony相機 最重要的話 是這顆FN按鍵 也就是說呢 不管你做拍照做任何事情 除了光圈快門感光度以外 最重要的按鍵就是這顆FN 你要把很多最重要的功能都設定在這裡 其實平時在拍照的時候 你不大有什麼機會去按到Menu 我再說一遍 其實你出去外面拍照的時候 你不大有什麼需求 要進到Menu去拍照 以Sony相機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 若是以Canon相機來講的話 以Canon相機來講的話 你最常要按到的按鍵其實就是Q 一般來說在拍照的時候 你不大有什麼特別需求 要進到Menu去選 那其實有的時候我都會很納悶 拍照的時候 基本上一整天拍照 我說一整天拍照 基本上我是不會進Menu裡面去按 基本上不會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要拍照你要用的選單 基本上都在Canon來講 它是按Q 然後以Sony來講的話 它是FN 所以你看我光看按一下FN 下面這些東西 就是我們拍照中最重要的東西 OK 好所以說我們繼續回到我們Sony的畫面 這個線真的太短了 下次要換長一點 然後呢 來 再換到我的畫面 好 來舉這個例子 所以說呢 在設定上 在學相機的對焦 我們先學淨態對 我們先學單次對焦 所以說我按一下FN 然後呢 有沒有看到這一個 這叫對焦區域 對焦區域的話 來 我們從一開始先學 它有所謂的寬 也有所謂的對焦區域 也有所謂的中間 也有個叫彈性定點 但彈性定點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它左右有兩個箭頭 按左邊 或按右邊 你有沒有發現它是彈性定點 有S S就是small的意思 然後 M的話 就叫做Median 叫做中間 中等 L叫Large 然後呢 這三個有什麼差別 待會我們會再講 然後呢 最特別的一點 叫做擴充彈性定點 這個部分 待會我們也會再講 但是呢 我們先講最簡單的 寬 寬 是什麼意思呢 所謂寬的意思是指 在整個畫面裡面 你目前看得到所有的畫面 所有的對焦點都會啟動的意思 也就是說呢 畫面中有什麼東西 它都會去對焦對什麼東西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半按快門 你會發現 就會顯示 這個小框框 叫做相位對焦點 它就會去對準 我們畫面中 任何一樣 它任何可能的主角 而且你每次按 它每次出現點都不一樣 但是不管怎麼樣 但是不管怎麼樣 你一拍 我們按Play 並且我們放大看照片 再一次 保險一點 我們五十分之一 我們五十分之一好 反正在攝影棚也沒差 然後我們用五十分之一 我們拍下去 並且我們放大看 對不對 按錯 按錯 重來一下 按Play 我們放大 有沒有發現 就會是很準 可是你們有沒有發現 因為由於景深的關係 拉拉熊的頭 並沒有非常清楚 這個就是寬區域 它沒有辦法很精準的去瞄準 你真正要拍的東西 然後呢 寬區域 用寬 還有一個不一樣的 還有一個 要注意的地方 是這時候 我要拿另外一個東西進來 我把這個東西放進來 這是我的手機架 然後這時候手機架 構圖不變 只是多一個手機架 這時候呢 我大按換門 你有沒有發現 它對焦就會對焦在前面的東西 並且我們放大照片 我們再看一次 沒有錯 它對焦在 這個我的手機架上面 所以說換句話說 如果說你今天選擇對焦區域 你選擇寬的話 它會對整張照片進行對焦 但是它會對焦在哪一個 到底是對焦我的手機架 還是對焦在後面的拉拉熊 基本上它只會對準 離相機最近的東西 所以不管你按多少次 它都會離 拍離我們最近的東西 而且每次點都不一樣 那如果呢 我把我轉到M模式 我操作比較自在一點 加1 好 也就是說呢 你在 在對焦區域 你選擇寬的時候 它是對準整個畫面進行對焦 只要說這畫面中有任何物體 它一定會是選擇離你比較近的東西 可是這個時候呢 你就是想要拍後面的拉拉熊 這時候該怎麼辦 這個時候呢 你要把你的對焦區域 從寬 改成 彈性定點 把寬改成彈性定點 所以說 到底是用S M L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開機 預設值應該是M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我們就先用M 這時候你有沒有發現 就出現了一個框框 這個框框要怎麼去控制呢 剛剛我們有說過 這個框框的控制 是用 是用這個點去控制 所以說當你握著相機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移動對焦點 透過移動這個框框 上下左右 其實是用推的方式 不是用按的 用這個移動的方式來移動你的對焦點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再回到我們相機的畫面 一樣 維持相同的構圖 差不多啦 差不多 這個時候呢 我移動我的搖桿 移動到這邊 並且半按壞門 你有沒有發現 遠處的啦啦熊就清楚了 不確定的話我們放大看一下 對不對 就清楚了 然後呢這個彈性對焦點 還有另外一個好處是說 你想要對哪邊就對哪邊 你想要對熊大的臉 你就對熊大的臉 然後我們放大看 你想要對熊大的臉 就對熊大的臉 對不對 你們認真看一下 我不曉得你們的畫面 看得清楚不清楚 你有沒有發現臉比手還清楚 你有沒有發現臉比手還清楚 沒有錯 因為景深比較小的關係 臉會比較清楚 可是如果你希望手也要清楚呢 如果你希望手要清楚呢 這個時候呢 你就移動你的對焦點 移動到熊大的手上面 我們再按一下快門 然後我放大看 你有沒有發現 還是臉比較清楚 我想要怎麼放大 所以你相機要怎麼放大呢 轉這個嗎 無法放大已經是最大了 如果說我今天對焦在手 如果說我今天對焦在手 我們再拍一張 並且我們放大來看 你有沒有發現 還是臉比手還清楚 但是 我們明明已經把我們的對焦點 咦 我怎麼改成點色功能呢 難怪我剛剛覺得怪怪 好 可是呢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拍了好幾次 對準手 但是拍下去以後 你有沒有發現 臉還是比手還清楚 這時候該怎麼辦 這個時候呢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介紹 在對焦模式裡面 這邊為什麼彈性定點會有個M、S跟L 這是對焦點的精準度的大小 也就是說呢 為了要對焦更精準一點 於是呢 我把彈性定點改成小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點變得非常小 這個時候呢 我可以在更精準的瞄準熊大的時候 我們再拍一張 並且放大看 你們有沒有發現 手 就比臉還要清楚 你有沒有發現 手就比臉還清楚 前一張呢 我們放大看 前一張你會發現 熊大的眼睛 比較清楚 但是這一張我們的對焦點 是明明是放在手上面 可是呢 只要把我們的彈性 我們的對焦點 從M轉成S以後 並且很精準的把這個框框 對焦在熊大的手上面 再拍一張 我們放大看 你有沒有發現 沒有發現 手就會比臉還清楚 OK 所以說呢 為什麼 我在對焦的時候呢 以Sony相機來講 我會先焦 寬 彈性定點 同時我會先焦 彈性定點 那是因為這兩個 在構圖上面 是非常重要的兩個構圖方式 那如果說你今天都不去調整 你用寬 你用寬區域去拍 不論你怎麼拍 它永遠都是對前面的 就是你改變構圖 你的構圖再拉近一點 你再改變構圖 它永遠都是拍前面的 它永遠沒辦法拍後面的 那如果你想要彈性的拍 後面的區域的話呢 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彈性定點 這時候呢 我們一樣回到M 把這個對焦準心 對到你想要對的地方 並且半按快門 對下去 然後放大來看 你有沒有發現 後面的就會是清楚 可是如果我們再仔細看的話 你會發現 由於景深很小的關係 拉阿雄前面的 它是在泡溫泉嘛 它前面的這個溫泉的石頭 不夠清楚 如果我們的重點是 這個石頭要清楚的話 你會發現說那個該怎麼辦呢 我們的框框 這時候框框已經對準 拉阿雄以及前面的岩石 但是呢 如果我們希望只對準岩石的部分 這個時候呢 我們一樣按Fn 我們把對焦點轉成S 並且把這個對焦點 你精準的放在岩石上面 拍下去 讓我們放大看 你有沒有發現 岩石就會很清楚 拉阿雄的臉就會不清楚 這個就是在Sony相機的對焦點上面 我們要先了解 寬是對整個畫面進行對焦 而且永遠對前面的 只是前面的哪裡 我們沒辦法判斷 因為你會發現 每次你搬按快門 畫面出現都不一樣 一會出現在手跟臉 到底是對手還是對臉 因為我們剛剛的實驗 對手跟對臉都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然後呢 這個時候你為了要精準一點對焦 你就改成彈性定點 其實彈性定點有L、M跟S 有分大、中、小 如果你希望對得更精準的話 你的對焦點就可以選擇小 如果說我想要精準的對準 在熊大的耳朵上 我半按快門 很精準的對準在耳朵上 按下去 我們並且放大來看 你有沒有發現 就會非常清楚 甚至他的眼睛 都會是有點模糊的 如果我想要精準的對準 在熊大的鼻子上呢 這個時候我只要對在 熊大的鼻子上 並且半按快門 開下去 放大看 你有沒有發現 熊大的鼻子就是最清楚 然後他的耳朵 就沒有像剛剛的那麼清楚 對不對 這個就是Sony相機的彈性定點 以及寬的差別 那接著我就接著講 所謂的對焦區域 對焦區域比較複雜一點 我們先從更簡單的開始講 中間 中間沒什麼好講的 中間就是中間 你會發現對焦框 它永遠都在中間 你不論移動你的這個 不論你怎麼移動你的這個搖桿 它的框框 它永遠都在中間 但是呢 中間這樣子拍下去 大家猜看看 這個框框 不但包含了拉拉熊 也包含了後面的樹 也包含前面的 再拉近一點 這個中間 不但是包含了拉拉熊 也包含了樹 也包含前面的石頭 大家 我們不妨賭一下好了 當我辦案換門 你們覺得誰會最清楚 我們就拿拉拉熊的桶 跟前面的石頭好了 你們覺得我拍下去後 這張照片 我們先不放大看 你們覺得 會是拉拉熊最清楚 還是石頭最清楚 因為不放大看 因為不放大看 我們不會知道 有人猜拉拉熊會清楚 一票拉拉熊一票 因為你喜歡拉拉熊嗎 我們直接放大看答案 跟正 石頭比較清楚 嘿嘿 你不跟正 反而你還講對了 有沒有發現 再拍一次喔 如果我們今天用正中一間 並且把框框 同時瞄準 拉拉熊跟石頭 對不對 我們再拍一次 並且我們放大看 欸 第二張就變得 反而變得石頭清楚 也沒有太清楚 我快門 有一點手震 我把快門調高一點 來 再拍一次 拍下去 欸 這臉拍喔 沒關係 我們放大來看 你看 一會拉拉熊清楚 一會石頭清楚 你女兒最愛拉拉熊 那你就應該叫他來看這一場直播 OK 所以說你有沒有發現 Sony相機的對焦系統 有對焦模式中 有個就叫做中間 中間不要懷 他就叫中間 你哪裡都不能改 可是他中間也不能改大小 你看這個框就是這麼大 如果我刻意的 對準後面的樹跟拉拉熊 用這個角度我們再拍一張 不行 我把連拍關掉 等我一下 我把連拍關掉一下 沒有啊 好 沒關係 我們放大看一下 拉拉拉熊跟樹好像是樹 好像是樹這一邊比較清楚喔 這一塊喔 好像樹枝比拉拉熊的臉還清楚喔 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覺得樹枝比較清楚 我們再拍一次 我們刻意的把樹跟拉拉熊都放在一起 我們再拍一張 並且我們放大看一下 你們覺得拉拉熊跟樹哪個比較清楚 你們自己覺得 好像都差不多齁 看起來都差不多 那是因為他們緊身 都還在緊身範圍內 所以說我們就沒有辦法判斷 對焦點到底是對在左上角的樹幹 還是在拉拉熊上面 這就是Sony相機的中間 老實說我這輩子真的沒什麼機會用到中間 因為中間 它並沒有辦法去改變對焦框的大小 也不能改變位置 但什麼樣的理由下一定要中間 老實說我真的不知道 OK 既然講完了這一個後 這個就好解釋 這就叫對焦區域 對焦區域你有沒有發現 區域我可以對焦左邊 右邊 右邊 右下 中 它好像分成六等份 九等份 左一 左一 左二 左三 中一 中二 中三 右一 右二 右三 也就是說它只用局部區域的意思 為了要讓示範比較好示範一點點 所以說呢 我稍微把構圖稍微改變一下 為了讓示範稍微好示範一點 我把它改過來 好 OK 改過來 這個時候呢 你有沒有發現我的對焦區域這個框框變得更大了 而且沒有辦法 而且我們再回頭看 它改成對焦區域 它也不能改變大小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去對 這個四個 在 這個對焦區域內 可能出現的主角 你有沒有發現 它只會去對 右下角的區域 可是如果我把這對焦區域往中間一移 半按快門 在我半按快門前 你們覺得我按下去 會對熊大對焦 還是會對拉阿熊對焦 因為我還沒有按 我不曉得 熊大一票 熊大一票 老實說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也還沒有按 好 我們按下去 它就對熊大對焦了 因為熊大也在對焦框裡面 但是如果我再移動過來 當然還是熊大 但是如果我們稍微尷尬一點呢 大概這個位 我故意的 我故意讓熊大 稍微 在對焦框一點點就好 你有沒有發現 它稍微在對焦框一點點裡面 我們半按快門 它還是對熊大 因為你會發現熊大 它對焦框裡面 熊大還是有一點點位置在外 在裡面 但是如果為了要示範方便 我稍微把熊大 從這邊 稍微移出來一點點 只讓熊大的 後腦勺一點點就好 我們半按快門 看它是否還會對焦在熊大上 還是在熊大上 因為你有沒有發現 它還是有一點點 在對焦區域裡面 可是如果我把熊大 徹底的移開來 就這樣子就好 半按快門 當然就是拉熊 所以說 Sony相機這個 叫做對焦區域 它是可以去分 去對 某一個區域內 裡面的主角 而不再是以整個畫面 進行對焦 什麼情況下 會使用到這種對焦模式 這種對焦模式 就是你這種會選擇這種對焦模式 是因為某些主題 你要拍的東西 它只會固定出現在 只會出現在這個位置 或者是這個位置 或者是上面 或者是下面 它不會出現在對焦框以外的位置 最簡單的就是拍賽車 如果你今天你的賽車 你的車子會從右邊出來 這邊過彎出來 因為左邊是3B嘛 它就不可能車子從這邊出來 當你預期車子一定都從右邊出來 你就把對焦區域移動在右邊 但是那你會說 那這樣子的話 那跟 那跟這個寬 有什麼差別呢 有差別 如果說你眼前沒有其他的干擾物 車子一出來 它就會馬上對車子 可是你難保畫面 突然會有其他的干擾物進來 它又會對到前面 所以說呢 為了要讓我們的對焦區域 能夠指對我們只要的區域 我們就會去選擇 這個對焦區域 並且把這對焦框 移動到你想要對的區域 只是我覺得 Sony相機這個功能 非常的 我可以講爛嗎 我覺得啦 我覺得Panasonic相機 反而比較好一點 Panasonic還能控制這個區域的大跟小 直的或橫的 Panasonic可以做到 但Sony相機這個區域 它的框框就這麼大 它也不讓我們去縮小 我覺得Sony相機這個區域對焦 並不是非常好用 所以我很少用 中間講過了 彈性定點講過了 接下來講最難的 叫做擴充彈性定點 你有沒有發現擴充彈性定點 跟彈性定點差別在哪裡 擴充彈性定點它除了中間有個框框 它外面還有一個更大的框框 那到底是以中間的框框為準 還是以外面的框框為準呢 這個部分答案是 什麼意思呢 我們一樣拿啦啦熊做例子 不行 我們不能拿啦啦熊做例子 因為拿啦熊的例子不大適合解釋這個 我來拍相機好了 我們來拍相機好了 我們來拍相機 好拍相機 記得一件事情 對焦點 畫面先回來我這裡 要記得一件事情 對焦點要 對焦點要對焦 它必須要符合某些條件 第一個 它要相同顏色相同面積 在同一面積下 相同顏色它很難對焦 比如說全黑 全白 全綠 全黃 全紅 單一顏色下相機是沒有辦法對焦 或者是說很難對焦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相機在很暗的情況下也不能對焦 就是我們講的暗部對焦的性能 可是我們又為了要精準 拍某些東西的時候 而那個東西偏偏又是黑色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我們需要靠對焦點周圍的資訊 來幫助我們去拍中間我們最想要的東西 所以說這個彈性擴充定點的意思 就是在這個中間對焦點周圍打開輔助對焦點的功能 好讓中間這個點能夠成功對焦 這個時候我就要去換一個黑色的東西 大家會看得比較清楚 所以說畫面再回到相機的部分 首先呢 為了要示範方便 我先把 我先調成彈性定點 並且改成S 我想要對這種黑色的區域 太亮了 OK 那我把攝影燈給關小一點 因為太亮了 我把它調暗一點 你有沒有發現 開始對焦不清楚了 這種情況 我們稱之為叫做拉風箱 所謂的拉風箱 就有點像是 雖然我也沒 雖然我自己 我跟大家老實講 我也沒有親自看過 風箱長什麼樣子 但是呢 只要是你對焦發生這種狀況的時候 我們都會叫做拉風箱 雖然我不懂什麼意思 我不懂風箱長什麼樣子 反正大家都這麼講 我們就跟著這麼講 你會發現說我要這個對焦點 我要對在相機的黑色區域 你再細看一下 你們有沒有發現 它中間這邊其實 它中間這邊其實是有一個轉 是有個轉角的 有個幅度的 因為它很黑 現場我把我的攝影棚的燈給調弱了 你會發現說 用單一對焦點 去拍的時候 它沒辦法正確對焦 就算出現綠燈 按下去也絕對是失焦了 這個照片 按A要怎麼解決 解決的方法很簡單 我們只要把這個改成擴充彈性定點 按下去以後原地不變 你們有沒有發現 在中間的框框四周會出現四角 它會把這個對焦點擴大 並且以中間的那個框框為主 來完成我們的對焦 這時候我半按快門 你看很快就抓到了 至少比剛剛快多了 然後呢如果呢我改更下面的區域呢 我改別的區域 相機一直動來動去的 我改 我改這一邊好了 鏡頭也是黑的嗎 有沒有 再放大看 就可以對焦清楚 也就是說呢 它的四周的框框 是為了要輔助你去對焦正中間的區域 可是如果我再改回 單點對焦 這個地方比較亮 它還可以辨識出來 如果回到這個地方 比較暗的地方 比較暗的地方 你看又開始在拉風箱了 對不對 它又開始沒辦法正確對焦了 這時候呢 我就要再改成 擴充彈性定點 你看 雖然慢了一點點 但是拍照的時候 對焦還是準的 這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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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錯 這個就是 擴充彈性定點 跟彈性定點 這兩個最大的差別 OK 所以說使用Sony相機的同學 使用Sony相機的同學 這兩個功能 到底該用這一個 還是該用這一個 我個人的建議是 能的話還是用這個比較好 因為這一個 有的時候它會框到 你不想框到的東西 有的時候啦 以我的實際使用經驗 我只有在拍攝非常暗的東西的時候 很暗又是單一顏色的時候 我才會開啟彈性擴充定點 但是如果是說 我重新把攝影棚的燈給打亮 現在改的很亮了 並且我使用彈性定點 由於現場很亮 所以說即便是我用彈性定點 就算是單一顏色 光線充足 它在單一的顏色下 它依然能夠完成對焦 這個是Sony相機 在彈性定點 跟彈性擴充定點 這兩個之間的差別 就在這個地方 OK 所以畫面先回到我這裡 那所以說到底Sony相機 你說Sony相機這幾個設定 到底好不好用 說實在話的 我覺得 我認為 所有相機裡面 所有品牌相機 我是指所有 Sony的對焦 是我認為 不算是最好的 算是一般般的 對焦的操作功能 至少在跟其他的品牌相機 比起來 我覺得Sony的對焦點的控制上 並不是最好的 最好的我覺得是Panasonic Panasonic的對焦點的控制 真的是非常的棒 我只能用非常棒來形容 因為Panasonic 它的那個對焦區域 它可以變大也可以縮小 變大縮小 那一點真的真的非常棒 我必須講 很可惜這個功能 似乎是專利 還是什麼樣的原因 就Panasonic的相機才有 我在Canon上面 在Sony上面 都看不到 但是我覺得Nikon好像也沒有 誰可以幫我補充 Nikon可不可以控制 就是 那個叫什麼 區域對焦的對焦大小 有沒有誰可以補充一下 區域喔 我是指區域對焦的對焦框的大小 而不是對焦點的大小 如果我沒有認知錯誤的話 Nikon應該也不行 因為我不敢講一定 那是因為我手邊沒有Z系列的相機 我手邊沒有Z系列的相機 所以我沒有辦法試給大家看 所以說Sony相機的介紹到這邊 我到這邊就到這邊就結束了 至於說操作上的話 一樣我再給大家複習一下 再進入到 在進入到Canon之前 我還是先回到操作 相機的操作面上 以相機的 這樣子打 為什麼斜斜的 好來 以相機的操作面 我把它開機 大部分的 我給它拉近一點給大家看 咦?已經最近了 好 好來 以相機的操作來講 我先說 一整天下來 沒事不要按Menu 因為按進去 其實你沒有什麼理由 進去按其他的東西 我先講 所以說 以今天的第一回的相機操作 我為了要讓大家清楚了解 而且斬定截天 我只告訴大家 出去外面拍照的時候 這顆FN非常重要 按出來以後呢 你可以在裡面選擇對焦區域 它有 今天已經介紹完了 所謂的寬是什麼意思 對焦區域是什麼意思 中間是什麼意思 彈性定點有小、中、大 以及擴充彈性定點 今天事先講完這些 它下面 其實還有一個 鎖定AF 擴充彈性定點 又是什麼意思 這個必須要在連續對焦的 那一次主題下 我才能講這個東西 所以說這個東西 你看 你們認真看 我接回來 我接回來相機看好了 大家看會比較清楚一點 你們有沒有發現 這一個功能 它是沒有辦法選擇 那是因為我們目前在單次對焦 它是不讓你操作的 可是如果我把它改成連續對焦呢 你會發現 這個功能它就可以讓我們去選 但是因為今天只叫單次對焦 所以說這個功能 我們等到連續對焦 是我們再來講 所以說沒事的情況下 我是指沒事的情況下 你該做的操作相機對焦點 你就是按Fn 把這個功能去 你就是選這裡面的東西 而我自己認為最好用的 叫做彈性定點 而且我認為L是最難用的 沒事的話 我基本上都用M 如果要拍很具體很精細 或者是所謂的微距攝影的時候 你鐵定是用S 甚至搞不好都要用到手動對焦 手動對焦會是另外一個主題來講 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講這個部分 至於說點進來以後呢 你要怎麼樣去控制對焦點 你就只有用這個大拇指控制這個 我稱之為叫做蘑菇頭 我拉上來一點好了 你只要透過這個蘑菇 蘑菇頭去移動 太小了 大家反而看不到 透過這個蘑菇頭 來改變你今天要對焦的焦點 這是Sony相機的對焦點操作方式 OK 好 所以說Sony相機 我是以Sony A7R3為例 這地方我就先暫時告個段落 那今天我們要換主角了 現在開始要換主角 我們要來以Canon EOS R5為例 其實Sony講完了 其實Canon也不大用講的 因為其實Canon跟Sony 我覺得是一樣的東西 不過畫面暫時先回來我這裡 暫時先回來我這裡 然後把面板打開 OK 好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讓我喝一口水 到這邊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單眼沒有 無反不支 你用D6嗎 我覺得沒有啦 我個人覺得沒有 因為在我僅有很少的使用的接觸的情況下 我去操作Nikon的Z系列的相機 我是沒看到有 我是沒看到有啦 但我相信是應該沒有 所以說 我手面沒有Nikon相機 沒有辦法幫大家確認 也沒辦法教大家 那如果有機會 如果我有一台Nikon Z系列可以借得到的話 或哪天我真的中了發票 超過十萬元以上 我再買一台Z7 II 十萬塊也買不起ZT II加鏡頭 我再試給大家看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在進入到Canon之前 Z9還沒買 你會買嗎 我覺得你會買耶 你有沒有去預購 我覺得你會買耶 Z9連我都想買了 只是 十五 十六萬五 雖然不貴啦 可是我沒有十六萬五給你買 你會不會買Z9啊 已經訂貨 不過今天聽到 今天在我們的社群裡面 有人有傳小道消息 我不想 我不想你們在我們社群 就是 聽說 聽說 不是我說的 聽說 也不知道聽誰說的 就是Z9的訂單 優先出貨給 符合兩種條件的人 一個條件是 你要同時擁有 Z5跟D6 同時購買 D5跟D6的 始終擬控的支持者 這是條件一 其實我覺得 那就是你嘛 那你應該會很優先拿到貨 這個條件我覺得不難 第二個條件 就有點自由心證 叫做 不成換家 也就是說 你不要讓他發現 你同時有擬控 你同時又用Sony或Canon之類的 沒有跳過家的經驗 這個就有點自由心證了 你要怎樣去證明 你沒有用過其他家 其實我覺得 第二個但書 只是有一點 第二句話 有一點點我覺得沒有意思啦 所以說 你有買D5 你有買D6 那你應該是優先出貨的名單上 只是符合這個條件的人 我相信 應該 我相信這個符合 同時擁有D5跟D6 符合這個條件的人 應該也不少 只是 你能不能在第一批 就先優先供貨 我希望 我希望你能夠第一批拿到啦 因為你第一批拿到後 我還希望你能多分享一下 Z6跟D6 Z9跟D6使用上的一些心得 經銷商會知道 真的嗎 那我完蛋了 我這輩子 也不能講啦 就是說 反正 反正我也沒錢買 Z9這輩子 大概跟我也無緣了吧 大概是這個意思 應該說 擬控這輩子跟我無緣了吧 養鏡頭很貴 買相機不便 買相機不貴 養鏡頭才貴 我現在 我現在不但要養Canon的RF鏡頭 慢慢養 我還要買Sony的F1的鏡頭 然後我有些情況下 我還要買 有些情況 我是指有些情況 我還要買Sony的E接環的鏡頭 在某些情況下 我還在用Canon的EF鏡頭 所以說就變成說 我現在的新舊鏡頭 不但是跨Canon跟Sony 而且我也跨兩個世代 我現在鏡頭真的是一團 組合起來一團亂就對了 這也是一個麻煩的事情 不過我未來會慢慢 未來我覺得 以長遠來看 我是以長遠來看 我覺得Sony跟Nikon 對我自己 長遠來看Canon跟Sony 我長遠來看我都會一起用 因為兩邊都有它各自的優點 是另外一邊沒有的 我先講 兩邊都有各自的優點 是另外一邊沒有的 Canon就是沒有Sony A7S系列 至少現在沒有 可是Canon有 5000萬畫素的R5 可以做到每秒32連拍 Sony有沒有 有 可是它是A1 A1一台又那麼快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OK好 既然大家沒有問題 我們就把握時間 我用30分鐘的時間 把Canon講完 因為其實Canon跟Sony的對焦系統 基本上 我覺得它很小異 基本上沒有什麼不一樣 只是 有些解釋上會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所以說我自己出門 同時帶Canon跟擬控相機 說著 為什麼今天老是講擬控 我出門帶Sony跟Canon相機 我使用上都沒有什麼 銜接上的問題 因為他們的內容基本上 87%相同 我只要把13%講完就好 但是我還是會讓一次給大家看 所以說我們就回到我們的Canon相機 然後視線再換回我們的相機上 並且我把面板關掉 這樣大家才看得清楚 好 來 倒退一點點 你目前看得到的是Canon EOS R5 為什麼選擇R5 因為我手邊只有R5 為什麼不選擇R或RP 因為我手邊沒有R或RP 所以說 就不要問我為什麼拿R5做示範 因為我手邊有什麼我才能介紹什麼 然後以Canon的對焦操作系統的話 它第一個跟Sony一樣 它也是有一個我稱之為叫做蘑菇頭 這一個 它這個部分其實跟Sony相機 這個蘑菇頭是一樣的 那你問我說 到底是這邊操作會比較快 還是這邊操作會比較快 老實說我覺得都差不多 以手上比較大的人來講 放在這邊會比較好 老實說放在這邊握起來 你要包含前面的手指頭 這樣子握起來 這邊也許會移動會比較快一點 我是說也許 可是對於有些手比較小的人 像我手是比 我的手對於男生來講 我的手是偏小一點點 所以說呢 以我這 以Sony A7R3為例 以我的手比較小來講的話 放在這個地方 我反而會是操作起來 會是比較快一點點 這個跟男生的 也不分男女生 這個你的手大跟手小 其實是有關係的 所以說這個沒有優 沒有所謂的優點跟缺點 或是說誰好誰不好 這跟你的手的大小有關 所以說如果你有哪天遇到 遇到我的話 你可以跟我比我手的大小 我的手長的大小 以男生來講 確實是偏小一點 這是我自己承認的 不過我很驕傲的一點是 就算是我手比較小 手長比較小 我籃球 我還是可以一隻手 還是可以 黏得住 握得住 這還是我驕傲的地方 又離題了 好來 我們回到Canon的地方 那Canon的操作對焦 一樣是有兩種 除了使用蘑菇頭以外 同樣你也可以使用 這個觸碰式螢幕 可是呢 因為我們今天示範 是會接上HDMI線 接上HDMI線以後 螢幕就沒有辦法做觸碰了 所以說 觸碰我也不用教 因為你每天都用手機 你手機都 都可以觸碰了 所以說 我就不介紹這個部分 那剛剛有人說 Nikon的位置相似 你說Nikon的蘑菇鍵 跟Sony比較相似嗎 你是指Z9還是D6 我們這樣子比較好 我稍微把鏡頭拉遠一點 這樣子 這兩台 究竟蘑菇頭 是要放跟D6比較接近嗎 究竟這個蘑菇頭 放在這邊會比較好 還是像R5 放在這邊比較好 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跟你的手掌大小有關 但是我覺得 不管你手掌大或小 今天你拿久了 你就是會習慣 其實我覺得這個 不是什麼優點缺點 不是誰好誰壞的問題 OK 所以說我們現在 現在就不理Sony了 我們就單純回到 我們Canon的部分 Canon的部分 一樣我就接上 HDMI 一樣我們來看 Canon R5的部分 好來 我就 接上 並且 開機 切換到相機畫面 金額學院 在鍋耳控制中 希望它待會兒不要鍋熱 好應該不會鍋熱 好一樣 為了要示範 我們 就把LaLa熊放回來 然後我們一樣 把我們的焦距拉長 然後呢 按Q 來有沒有看到下面 最下面這一排 第一個叫做 人臉對焦 第一個叫做 人臉加追蹤 第二個叫做 重點自動對焦 第三個叫做 單點自動對焦 第四個叫做 擴展自動對焦區域 第五個叫做 擴展自動對焦區域 冒號環繞 我把我的小畫面關掉 然後接下來又叫做 區域自動對焦 大區域自動對焦隨時 大區域對焦水平 看起來好像 Canon好像比較 好一點點嘛 事實上 拿Canon的R5 跟Sony的A7R3 比我覺得有一點點不公平 應該要拿A1來比 但是我現在 A1 A1不在我手邊 所以說我們就先以 還是回到我們Sony 修正 還是回到我們的Canon為主 首先我先選的這個 你會發現 我們要 這個字 我們要 要稍微 老實說這個字我一開始 我也看不太懂 一個叫 它叫做 笑臉 加追蹤 如果你按了Info的這個按鍵的話 眼睛追焦會關閉 如果再按的話 會啟動 它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的意思實際上 在Canon相機 就等於Sony相機的寬區域對焦 什麼意思呢 來我們幫 來 如果畫面只有拉拉熊 我們幫他開門 修正一下 修正一下 我是不是 喔 難怪 好重來 我們幫他開門 你有沒有發現 它每次對焦都不一樣 跟剛剛的Sony是不是很像 對不對 跟剛剛的Sony很像 他畫面有什麼 他就去對什麼 也就是說 他跟Sony一樣 都叫做全 我稱之為叫做全區域對焦 畫面上有什麼東西 他都對什麼 可是呢 如果今天我們把熊大 放進來 我們辦案快門 他就對準熊 我現在按到連拍了 要命嗎 大家等我一下 等一下 按到連拍了 好 回來 如果你今天你的對焦 是選擇的這一個 是要人臉加追蹤 他並沒有跟你講說 這個叫做全區域對焦 但事實上 他的意思就叫做全區域對焦 他的原理跟Sony相機的寬區域對焦 是一樣的 只要是有東西在前面 他就會去對前面的東西 而且你看我按了好幾次 他一直都是對準在熊大的手上面 不像是剛剛的Sony 一回在熊大的手 一回在熊大的臉 所以說我們按一下快門看看 是不是真的對焦在手上面 然後我們按一下Play 對 並且我們放大看 放大 放大 對 這裡 來 你看放大 你有沒有發現他對焦在熊大的手上面 臉還不夠清楚 代表說 我這邊在按的時候 他的對焦點出現在熊大的手上面 他就真的對準在熊大的手上面 在剛剛我們在拍Sony A7R3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發現 他有的時候明明對準在熊大的手上面 但他實際上是熊大的臉 是清楚的 從這一點來講的話 Canon R5的對焦性 對焦的正確跟精準度 比A7R3來得好 從這一點來講的話 你看 必定是手離我們比較近一點點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再拍一次 一樣 我們再放大來看 你看他的手就是比較清楚 臉就沒有那麼清楚 可是同樣的 如果我們今天想要精準對焦 精準對焦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把對焦點 移到這一個 OR這個 為什麼是這個 OR這個 這兩個有點差別 一般來說 我是會建議選擇這一個 會比較就好了 我們就先選擇這一個 你有沒有發現他就出現了一個點 一個點對不對 你想要對哪邊就對哪邊 你想要對遠處的拉拉熊 沒有問題 我就移動到拉拉熊這裡 我們辦案快門 有人加入了 我讓他進來一下 辦案快門 這樣拉拉熊就清楚了 可是呢 放辦案快門 你有沒有看到對焦區域的部分 他同時對準在拉拉熊跟 拉拉熊前面的石頭 他到底是對準在拉拉熊還是對準在拉拉熊前面的石頭 老實說我們不知道 所以說為了要實驗一下 我改變一下構圖 並且刻意的讓對焦點 同時對準拉拉熊跟他前面的石頭 我們辦案快門 我們直接拍一張 並且我們放大來看 結果證明他對焦在拉拉熊前面的石頭上 你有沒有發現拉拉熊的臉是比較模糊一點 對不對 比較模糊一點點 但是如果我想要把這框框縮小 有沒有辦法 以Canon相機來說 老實說這一點就是我覺得Canon相機這方面沒有Sony相機來的彈性 因為他的單點對焦並沒有像Sony相機一樣可以控制大小 可是如果你要很精準的話 我不確定R5跟我之前的5D系列有沒有一樣 所以說請容我試一下 我想要精準一點的話 我就移動到這一個 這個叫做重...我很討厭他這種 重點自動對焦 你看他的框框變得更小了 這時候我就可以很精準的瞄準拉拉熊的臉 按下去 然後我們Play 放大 你看拉拉熊的臉就清楚了 所以說這個部分我必須講 這個部分跟過去的5D系列比較不一樣 過去的Canon的5D系列兩個 兩個長得都一樣 我是說一樣是指按出來後長得都一樣 只是呢過去的5D系列 當你選擇這個的時候 它會對焦的更精準 但是對焦會比較慢 過去的5D系列你選擇單點對焦 它對焦會一樣是對焦 但是有的時候對的不是太精準 這是過去5D系列 過去5D系列你要對焦更精準的話 你要選擇這個 但是在Canon EOSR上面 由於對焦點多 而且比較細 也就是說呢 它選擇的重點自動對焦後 它的對焦點變得更小 我想對準拉拉熊 我就對準拉拉熊 並且我們放大看 放大看 你有沒有發現臉就清楚 如果說今天我的對焦框 我移動到前面的石頭 八塊門拍下去 並且我們放大看 你有沒有發現 石頭就清楚 拉拉熊就會模糊 但是如果我們再極端一點 我們想對熊大的耳朵 已經到邊了 我過來一點點 我對準熊大的耳朵就好 精準一點 按下去 然後我們再放大看 有沒有發現熊大的耳朵就清楚了 所以說如果你是拿Canon EOSR系列的 R系列的使用者 這一個叫做單 你就解釋成這個叫做比較大的單點對焦 你看它的對焦點比較大 然後這一個你把它解釋成比較小的單點對焦 這樣子可以理解了吧 很好理解 也只能這麼理解了 OK 因為這一點跟我過去使用 DSLR的5D系列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說我這邊稍微稍微再 強調一下 接著我們來看這兩個 這兩個 到底是差別在哪邊 這一個跟Sony相機的擴充彈性定點 意思是一樣的 只是呢 我剛剛說過 如果說今天你要拍 如果你要拍很暗的東西 舉個例子 像我們剛剛不是拍這個嗎 剛剛我們不是拍這個嗎 並且我把熊蛋拿開 然後呢我現在我要做的事情是 我把我的攝影棚的燈給調弱 調到很弱 但沒有特別 但沒有太弱 並且我把感光度調整成自動 OK 這個時候呢 如果我用單點對焦 並且我用精準一點的 然後呢 Sony上面 我想要對準這個 上面的這個 Alpha這個字 幫他換門 唉唷 他直接退上了 真是尷尬 好 畫面回來我這裡 畫面先回來一下我這裡 剛剛我們不是實驗 A6 A7R3的那個單點對焦嗎 我剛剛不是刻意的 把那個攝影棚的燈給轉弱嗎 是不是剛剛在A7R3上 使用單點對焦 他會有拉風箱的狀況 大家剛剛還有印象嘛對不對 可是呢 尷尬的是 R5的對焦性能比A7R3 都是同樣搭配原廠的24105 R5的對焦性能比A7R3來的好 所以說 我為了要讓大家了解 那個擴充彈性定點的功能 所以我決定把我的攝影棚的燈給 全部關掉 這樣子的話 雖然比較基 雖然跟比較基礎上有點不一樣 因為我們今天也不是相機評測 所以說呢 我待會把攝影棚的燈全部關掉 這樣子比較能夠介紹 跟大家介紹 那個擴充彈性定點的差別在哪裡 OK 說明一下喔 這不是評測 所以說我先把攝影棚的燈 我全部關掉 快門也不用那麼快 我把攝影棚的燈全部關掉 我全關囉 我全關了 所以說這樣子的話 應該ISO帶應該會爆表吧 640其實也還好 好來 真尷尬 真尷尬 R5的對焦系統遠遠比 Sony R3來得好 即便是對焦在單 單一顏色 而且又在很暗的情況下 對焦 R5的都還能成功對焦 於是呢 我再把我旁邊的輔助 照我上這個一個台燈 我再把它關掉 真的是很尷尬 為什麼會這樣 好夠暗了吧 還是不行 好 我把我房間燈關掉 讓它等我一下 可以了吧 夠暗了吧 還是可以對焦 好 為了要創造更暗的情況下 我把我的主播燈給關掉 調暗 這樣總可以了吧 真的很暗囉 現場真的很暗囉 哇 終於 終於出現了 終於出現拉風箱的狀況 終於 謝天謝地 終於出現跟剛剛 跟剛剛Sony A7R3一樣 出現了無法對焦的狀況 可是呢 你會發現 它會出現有橘橘的燈 那是對焦輔助燈 也就是說 即便開啟了對焦輔助燈 在我的攝影燈 攝影棚的燈全關 我旁邊的台燈也關 甚至連我房間的燈都關掉的情況下 已經到非常暗了 終於可以讓 R5在單點對焦上成功的造成拉風箱的狀況 可是呢 有的時候我們還是要 在這麼暗的情況下拍照 你總不好意思 一直拿著你的手電筒 我先講 這是不好的事情 錯誤示範 有些人會說 你就先照亮你要拍的東西嘛 然後就可以對焦 這是一個不好的情況 除非 除非你拍照的情況下 允許你這麼做 有些人會帶手電筒 是為了要 為了要讓自動對焦比較準確一點 會用手電筒來輔助對焦 但是如果你不能用手電筒的情況下 相機的內建的輔助對焦 對焦輔助的依然沒有辦法完成自動對焦 這時候該怎麼辦 這個時候以Canon的做法就是 你可以選擇這個 擴展自動對焦區域 它有上下左右四個點 這個四個點 它會去抓 中間的這個點 旁邊的東西 來當做一個輔助對焦 並以中間的框框區域為準 來達到對焦完成的動作 所以說我不確定待會按下去的時候 它能不能成功 因為我也不知道R5 在這麼暗的情況下 它能不能做到 於是呢 我們搬按快門看看 欸可以咧 對焦成功 我們看看有沒有準 有準啊 有沒有 雖然感光度12,800 稍微粗了一點 但不是重點 也就是說呢 現場真的很暗的時候 如果說你今天你想要精準對焦 而且你把這對焦點 對焦點 對焦在α這個字上面 對焦點 由於現場真的是 欸 因為剛剛已經對焦過了 所以說我把它 為了要讓測試公平 欸 稍等一下 為了要讓測試公平一點 等我一下 我故意給它調視焦 再切回來 我故意 我今天要對準這台相機 我想要對準α那個字 你看 依然造成拉風箱的狀況 依然造成拉 對焦在全黑的區域好了 跟剛剛一樣 依然是造成拉風箱的狀況 如果你在這麼暗的情況下 你還想要完成正確對焦 你可以選擇這一個 擴展自動區域 讓周圍的對焦點來輔助你去對焦 這樣子就成功了 OK 然後我們一樣 Play看照片 你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 之所以我們對焦在全黑的區域 我們剛剛是對焦 大概是這個中間全黑的區域 我剛剛有說過 只有在全黑或單一色調上 相機會很難對焦 但是呢 如果我又很堅持的是 我要這個精準對焦 我就是要偏偏要對焦在 相機的這個位置 這個時候就會造成拉風箱 你想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你就要把它改成 透過擴展自動區域 你會發現 不但這個框框變大 同時四周還有各四點 來偵測附近有沒有比較亮的區域 來進一步來完成對焦 這個功能跟Sony相機的 擴展 擴展 那名字叫什麼 我忘記那名字叫什麼 讓我等一下我看一下 那個名詞 有點難講 擴充彈性定點功能是一樣的 可是你會發現 它除了有上下左右外 它還有一個叫做 九點對焦 還有一個九點 也就是說呢 它的框框不但變得更大 同時它的輔助對焦點還增加更多點 也就是說呢 如果說你今天你的區域 你要對的區域更暗的話 更接近你 我故意 我找個很暗的好 我對把柄好了 並且我把這個拉開來 我故意對一個全單色的 全單色的黑色把柄 你會發現一樣成功對焦 對不對 但是如果我試著用這一個呢 自動單點 由於它剛剛已經記錄了對焦 對焦的資訊 我故意手動對焦 然後我們再試一次 你看 這邊比較亮 我推遠一點 我對焦在全黑的區域 這裡 全黑的區域 你看又出現拉風箱了 對不對 這個時候呢 當你的黑色面積變大了 你可以考慮用更大的環繞區域去對焦 失敗囉 因為它分佈到這幾個點 都是黑色的區域 這時候不妨稍微移動一下 一樣可以成功對焦 所以說 這兩個點 欸我怎麼老是這樣出 等一下 這一個跟這一個 只是擴展區域的輔助對焦點的數量不一樣 OK這個不難解釋 後面的就簡單了 因為後面的東西其實不講你們也大概都知道 我把我小畫面關掉 後面的東西其實不用怎麼講 但還是要講一下 叫區域對焦 這個叫做 匡匡變大而已 匡匡變大 匡匡變大 變大的好處是 就算是你很暗 它還是用很多點去對 還是用很多點去對 那你會覺得說 那跟剛剛這個有什麼差別 我覺得在這個例子上沒有什麼差別 可是呢如果這個匡匡 是剛好介於手法跟鏡頭 然後呢這個時候我就要改成這個 並且改在鏡頭上 盡可能放在鏡頭上 並且我刻意的讓一個輔助對焦框 對準在把手 你有沒有發現 它還是對準在我的鏡頭上 還是有點差別的 所以說呢 這個區域自動對焦是指 在這個框框內 哪個東西離我們比較近 它就會對哪一個 這一個的話 我刻意的讓單一個 一個輔助對焦點 對準在把手 因為畢竟還是以中間的對焦 畢竟還是以中間的框框對焦點為主 所以說它還是以它為主 只是旁邊四個點當作是輔助 但是如果 我是說如果我把這中間框框 介於把手跟鏡頭呢 我相信它會拍把手 咦 它還是拍鏡頭 那比例再過來一點呢 它還是拍把手 也就是說就沒有那麼精準 或許是因為我目前這畫面 左邊有個輔助對焦點 下面有個輔助對焦點 剛好都對在把手上面 所以說它會判斷你應該 這也不合理啊 不管怎麼樣 以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如果我稍微往前一點 我稍微往前一點 並且我把這個框框 同時對準在把手跟鏡頭上 你看它就以把手為準 因為這個框框 我一半在把手上 一半在鏡頭上 它還是會以 離我們比較近的 再加上輔助對焦點 又有兩顆輔助對焦點在把手上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改成更多點環繞呢 它還是以把手為主 因為把手比較近 所以說這個要看情況去使用 比較暗的情況下不容易對焦 我會使用這一個 但是如果真的很暗 暗到很難對焦 但是我又必須要自動對焦的話 我會偶爾會改用這一個 但是這個的話我很少用 因為這個包含的範圍太大了 到底要它包含的範圍太大了 我很難精準的去對焦在某一個區域上 OK這個是這幾個對焦的差別 然後剛剛有一個朋友分享到 D850暗部對焦真的是它的強項 沒有拉風箱的狀況 所以拍星空也是很準確對焦 我相信D5D6也是可以 這樣類似這樣子光線更沒有問題 不過呢對焦 暗部對焦這件事情 其實也要看你使用的鏡頭 因為鏡頭的最大光圈 會影響到這台相機能否發揮到 它的最大光圈 最大的修正 暗部鏡頭的光圈大小 也會影響到這台相機的 最低暗部的對焦的精準度 我一直都有聽過 D850或是D5D6來的 那個在暗部對焦上來的好 因為我沒有用過Nikon 所以說我不敢說比較好 因為但是大家都這麼說 我相信應該是比較好的 但是從我們今天 從我們今天光比較Sony的A7R3 跟Canon的R5 我現場已經按到 只剩下微微的我的攝影主播燈 我連我的房間的燈都關掉了 我連我的攝影朋友的燈都關掉了 這樣子的話 才能勉強測出 R5在暗部對焦上面的差別 那是因為我要解釋 這個東西的差別 那現在解釋完了 我現在要把燈全部都打開來了 因為已經沒有必要再把燈關掉了 然後呢 我一樣回到剛剛的狀況 好 回來到剛剛的狀況了 接著要講最後兩個對焦了 沒什麼好講的 因為一看我們就知道了 大區域自動對焦垂直 跟大區域自動對焦水平 這兩個差別在哪裡 一個叫垂直一個叫水平 廢話 它會像這個樣子 你可以左右移動 也可以稍微上下一點點 它就是這樣子 然後呢 大區域水平就不用想了啊 它就是水平啊 是這樣子 那 什麼情況下會需要到這種對焦 我相信現場應該有人都用過啦 什麼情況下會需要大 只用橫的 只用橫的 然後呢 什麼情況下會用到直的 什麼情況下會用到直的 有誰有用過嗎 什麼情況下會用大自動對焦的垂直或水平 在場各位有誰有用過 老實說我沒有用過 但是我知道什麼情況下會用過 會需要用到 會用到它 在座各位有誰有誰用過 因為那個主題我不愛 所以我沒有用過 但是某一個主題會特別需要這種對焦去用 拍鳥 拍鳥 對 拍鳥會 人像不會 人像比較不會 人像比較不會 老實說 我先講 我先講一下喔 我這輩子我很怕昆蟲 只要是超過四隻腳的東西 我都不太敢拍 然後四隻腳又有毛的東西 我連看都不敢看 可是鳥它是兩隻腳 但它身上有毛 我沒有興趣去拍鳥 所以說跟各位說聲抱歉 我沒有拍鳥的作品可以跟大家分享 但是有一種東西是我會看 但是我比較不會去拍的東西 所以說 什麼情況下會需要用到這種 大垂直水平 我先講一個東西主題 我一講你們就知道了 賽車 賽車 畫面先回到這裡 我的主播燈不容易照亮 賽車這個主 這個小畫面我也關掉 賽車這個主題需要大畫面水平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大畫面的水平 我要過來一點 我要過來一點 大畫面的水平 為什麼賽車主題會需要大畫面的水平 那是因為當你的車子出來 當你的車子這樣子過去 或你的車子這樣子在彎道要回來的時候 或是會從某個地方 比如說拍越野車 拉力賽好了 它就是 你已經知道車子一定在有限的路線跑對不對 車子裡應該說 賽車選手 我們假設 優秀的賽車選手 應該都要開在那個車道上對不對 也就是說呢 你已經預期到它一定會從這個地方出來 你已經預期到一定會從這個地方出來 會從這樣子過去 或是這樣子過來 因為車道已經是預期 你它會出現的地方 只是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出現 這個時候呢 你就把 如果是 如果拍的形狀是橫的 比如說它就是會從 這個地方這樣子繞過來 對不對 或者是甩尾賽 它就這樣子 我手邊沒有車子 糟糕 我拿我的讀卡機當車子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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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車子如果是像這樣子 它是這樣子甩尾出去 對不對 你已經感覺到它是這樣子前進 然後甩尾 你一定知道它的路徑就是這個樣子 橫的 每台車子都是從這樣子過去 甩尾過去 每台車子都是這樣子甩尾過去 如果它從這邊甩出去了 那你就不用拍了 對不對 你已經很清楚它的車道 是這樣子 每台車子都是這樣子過去 這樣甩尾 這個時候呢 你就用這樣子寬區域 大範圍的寬區域就對了 它的原理是在這裡 那什麼時候用垂直呢 什麼時候用垂直呢 有啊 當那種機車那種 越野 不能講越野 那種 摩托車 那個叫什麼 摩托車特技表演 那個叫什麼名詞 我有時間忘記了 反正就是騎摩托車 它就是會從你眼前這樣子 咻這樣子跳出來 花式摩托車就對了 它就是咻往上 它就是上下 它就是上下跑 跑得越高 它就是上下 這時候你的對焦區域就是 瞄準在 瞄準在上下這個區域 畫面好 我的畫面怎麼那麼小 它就是瞄準在上下這個區域 這樣懂我意思嗎 喔 那個叫障礙賽嗎 因為我偶爾會看一下那種花式賽 花式摩托車啦 但是我不曉得叫什麼名字 就是 你已經預期了你拍攝的東西 它有一定的軌道 它就是出現在那個路線上 你已經預期的到了 但是呢你為什麼 那這時候你會想說 那我乾脆就開全區域就對了 那為什麼要特別去把這個區域打開 或者是把中間打開 我的理由是 當你把其他的對焦點 有點像是關閉的狀態下 相機在演 在計算對焦的速度會比較快 我再說一遍 整個畫面都是對焦點 相機的每個對焦點 相機的CPU都要去計算對焦 可是如果你把左邊跟右邊都關掉的話 相機它會專注在中間 這樣子它的計算速度會快很多 因為它不用去管其他的區域 這個時期在以前的DSLR其實就是喔 在以前的DSLR關掉 為什麼會有中間的指使用中間的對焦點 旁邊的都關掉 那是因為它旁邊不用計算 它只要花心力在中間就好 上下左右以5D3來講 以5D3的63連對焦 它是簡單是中間一塊 上下兩塊 左邊右邊各一塊 你只使用中間這一塊 上下左右都關掉 它在CPU的計算上 它只要更算中間就好 上下左右你都關掉嘛 代表你不要拍 它在計算上面就會省略掉 會比較快是真的 這個我有感覺 雖然我沒有實際上反覆去測試 但是我感覺到有比較快 這個是在DSLR時期是這個樣子 但是到了現在的EVIL 已經到一個跨越了一個新的相機的世代 同時呢 同時現在又加入了更多的多元的對焦 就像是Sony的A7 不對 Canon的R3 它就有加了不只 以Canon R3為例 它就不只是拍人臉 拍人臉已經不稀奇了 不稀罕了 早在20 講真的耶 人臉對焦系統早在15、67年前 就已經有人臉對焦系統 但是這不稀奇 現在是拍人臉不稀奇 然後判斷你的左眼右眼也不稀奇 現在是說依情況去拍鳥 它只要在計算上鳥的形狀 所以說它只要去那幾個對 在計算上發現鳥頭 你就把它打勾 它就會特別去偵測對鳥 可是你這個時候 你要不要把人臉順便打開 我倒覺得如果你要拍鳥的話 就不如把人臉關掉 這樣子相機就不會去偵測人臉 減少它計算上的負擔 在Canon EOS R3 它多了 叫Vehicle 追焦 就是拍車子的模式 在Canon EOS R3 它有多這個模式 而未來不久後 R5跟R6好像也會有這個對焦的風味 放下來給R5、R6用 聽說啦 我不知道 因為還沒有確定 另外一點就是 在Canon EOS R3 在Canon EOS R3 在Sony的A7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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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多了一個拍鳥的追 拍鳥的對焦模式 我不確定我沒有記錯 Sony的A7N4多了一個拍鳥的模式 而不只是拍臉 那有些國內外的YouTuber或者是攝影師都有說 這是未來的一個EVIL 會完全取代掉DESLR的其中的一個原因 要拍什麼東西 它就把那東西的形狀 顏色給演算法放進對焦點裡面 這個時候如果我今天單純只拍鳥的話 我一定會把人臉對焦給關掉 因為在鳥的旁邊不會有人 減少CPU的運算上的負擔 這是從一個從 比較從軟體寫作的程式演算法的角度去思考 我會這麼去解釋 但實際上會不會增加它的對焦速度 老實說這個我不敢講 但是合理可以去這種去推算 因為CPU要同時判斷你眼前拍的是人還是鳥 它要同時去計算這兩個東西 最後確定是鳥而不是人 它多少要花一點時間 如果有機會 我說如果我有機會遇得到Canon的PM 或者是什麼工程師 我一定會 如果我有機會 雖然他們都不鳥無 如果我有機會遇得到的話 我一定會問這個關鍵的問題 是否拍鳥的時候 我把人臉對焦可以增加CPU 在計算上人鳥的臉的速度上有沒有幫助 我覺得是會有的 這是從程式演算法的角度上去講 這是說得通的 但是實際上有沒有比較快 我目前是沒看到也沒特別去追 這是我自己的想像 那剛剛有人說D850有這種功能 Z9有 Z9有 Z9會自動判斷對 這就是未來的相機對焦模式 不再只是在對 人臉就覺得好像很棒棒的 不是 而是根據不同的物體 去設定不同的東西 而且這個東西是軟體加進去的 因為對焦點一旦多分布得多 自然它在計算上跟捕捉上會比較快一點點 只是Z9現在被人家 我不是針對Z9喔 不是我說的喔 是我看過一篇在討論Z9 說Z9的自動對焦點的數量跟分布比較少也比較虛 會不會影響到這個判斷 這個是國外有些YouTuber 有講到的 有講 不是YouTuber 就是國外的英文報導 有在英文的討論上 有討論到一點是 Z9相對於A1相對於R3來講 Z9的對焦點的數量跟分布的密度上 相較於A1跟R3比較少 或不會影響到它判斷的速度上 這一點有待觀察 因為Z9在規格上 確實對焦點的數量比A1跟R3來的少 這是事實 但是 是否擬控的工程師在寫這個演算法上 能不能更克服這個問題 我相信應該是有辦法 不然 大家對焦點都是以百位數 接近千微數再算 Z9沒道理只做那麼少 我說有待驗證 所以說這不是我說的 因為 大家也都沒拿到Z9 所以說這個是有待確認的事情 不是我對Z9偏心 有偏見 真的是有這情況 OK 這就是對焦點的一些操作上 所以說今天的直播 哇賽也講了兩個多小時 所以說今天直播到這邊 也差不多告個段落 因為今天直播的重點還是在下面這一排子 CANON相機的入門操作 這是01 有01就會有02 有02就會有03 我預計應該會講到10回應該沒有問題 因為我不打算講太多 因為有些東西是指 那個東西是要真的要讓人要到外面才有辦法去示範出來的 而我覺得有很多重要的操作東西 你真的會這些東西你就可以拍得很開心 甚至之後我會再講一些今天講對焦嘛 下次就會找其他的東西 然後呢今天是01 但我也不見得是下禮拜 只是這禮拜剛好沒有什麼特別的主題 想要跟大家分享 那這個主題我也是也規劃 也在我未來直播的範圍內 更重要的是因為今天 我有這個玩意 我給他帶進鏡頭來給大家看 我有這個玩意 這個東西很棒耶 我到現在才知道這個東西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東西 這東西真的很棒耶 他是Avermedia的 他是一個 他實際上他是接麥克風 他實際上這個地方是接麥克風 只是他這地方的接頭可以轉開來 就可以接相機了 很方便 只是我多了這個玩意 我這樣子的話就可以拍 我現在拿相機的角度 比如說現在 他關機了 是不是沒電了 他沒電了 有...有 有 哈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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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聽 full Hold on 啊 他沒電了 他沒電了 所以說他就可以拍到我下面的畫面 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還滿不錯的 这个东西 然后当我收到这个东西以后呢 我就可以去拍我实际上操作相机的画面 这东西我等了一阵子 终于到了 OK 好 回来 好 阵子先移开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告个段落 其实也讲了两个小时比我预期还多一点 那之后的直播 不见得每次都会讲相机操作 只是刚好这礼拜的主题 没有讲到没有什么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 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告个段落 OK好 那我们就开始准备来放我们的 晚安曲 好 这就是我们招牌的晚安曲 那今天直播到这边告个段落 然后我会把今天的直播 一样的我会放到网路上给大家看 一样啦 那 只有现场来 现场参加的 才有 讨论跟互动的机会 看重播就感觉上比较 孤单一点 今天直播到这边告个段落 然后同时今天我也证明了 R5的对焦 R5的对焦 真的比三年前的三年前的 不只三年 差不多三年前的 R3来得好 这个是今天比较出来的心得 谢谢大家晚安 可以下线了 今天直播到这边告个段落 我们下期再见 第二ướng